山东维权人士盲人陈光诚在朝阳医院救医后向外媒表示 中共当局并没有完全遵守协定 而北京律师江天勇3号傍晚去探视陈光诚时 被国保带走后受到暴力殴打几乎耳聋 目前为止中共不准许关心人士前去看望陈光诚 北京律师江天勇4号中午告诉本台记者 周四傍晚6点多他去看望陈光诚 在接近朝阳医院时被海淀国保杜余辉等人及警察带走 在一家宾馆内他遭到暴力殴打 目前听力很模糊 国保警告说这一段时间江天勇出门要报备 并搭乘无牌警车 江天勇还表示 当天下午5点过后 美食管官员曾与他联系 稍早陈光诚透过美方听证会等渠道表示 他希望和妻子女儿一起暂时前往美国 这位盲人维权战斗者的动向已成为全球关注焦点之一 新常人记者梁星 詹雅荣采访报导 起飞 起身 起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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